從1949到2011年, 我又一年, 一個時代的結束很淒涼, 我們也帶著老兵人要轉, 團隊自然要改變, 我們還能勉強,還能活著, 我覺得很高興, 這個周園點非常, 非常人急,非常急, 現在是我們這一代的文件, 走光了,快看不見, 這個電影,他叫年輕的一代, 就是使用那個文件, 如果能勉強, 比我們更快, 而且這個現在做的這個, 這樣是綁到的, 所以很平衷, 我覺得我第一次看見, 這種戰爭場面, 在我這家, 我們的真刀真強要死人的, 這個好像游戲一樣, 但是有一件狀況, 也不錯, 跟這些老兵, 我都認真, 在那天, 別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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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老實話, 我這一生當中, 都蠻多的快樂時光, 或者特別的生活, 實在, 捐蟲度, 凡是住过眷村 终生都是眷村人 那种感情可能是一般人 不到了 而且住过眷村的人 不知道也 好像身上都有眷村的味道 我一直到很老了 碰到有些人 忽然就问说 眷村来的 是眷村的 我怕是经过说 谁告诉一个 是感觉 其实就算当时过得苦 快乐的事情也 那么现在回头去想一想 还是觉得很有趣 不是说都是悲情 那段生活 在记忆里太重要了 经过很多年以后 我会重新回去 看我居住的园圈 虽然说拆了 但是还是会到那个地方去走 可是最有趣的是 我委屈过好多次 竟然碰到过好多次 当年住在眷村的 跟我一样住在眷村的 他们也会去看 我觉得少数的留下来做 我也类似的博物馆 让后来的年轻人看一看 当年有人曾经这样的生活 但是过得很快乐 跟现在很多人住大房子 住豪宅 但是很快乐 就让现在的年轻人比较 这部电影 不得不赞叹说 这些老演员真是了解 我记忆里的他们 每一个都很年轻 很帅 战斗那里都很轻 都是有胸肌 没肚子的 可是今天看就说 大家都老了 当然我也老了 但是还是觉得说 真是厉害 加之辣 是辣到起点的老家 每一个演员 辣到辣 他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他原本的名字叫 光荣事变229 他们聚会 老兵聚会场的叫 天马展示店 这其实如果稍微懂得 台湾历史 对不对 就可以读出导演很多的 人外之一 其实一个台湾人的导演 要拍眷村的题材 然后最终的老兵 那样的心理重到位 其实那是非常有心的 因为国片到现在 有些国片 它可能就是新春业片 它其实 它可以发生在台湾 它也可以发生在日本 它也可以发生在美国 可是像 南州巴奥吉桑这样的片子 就是土生土早 在台湾的血脉 而且是跨越文化的一种理解 都是为了保存 台湾一个特有的文化 希望 是借由去了解这些老兵的生物故事 或者这些农民的生物故事 让台湾透过这个东西 来达成部群的理解 眷村这样的一个大天袭 在一个立地上 是一个非常少有的状况 然后最后面 在落地深耕到融合 我想 在这样的时间点 出现 南州巴奥吉桑这样的片子 其实是非常振奋的 一些非常正面的故事 讲实话我是从头一边笑一边哭 看到结束 我觉得片子是很感人的 然后导演很用心 那在这个故事背后 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 内容在里面 那也是值得我们去面对 这个 将来的一个变化 其实很多历史是打得出的 就那个营长之下的那些老伯伯 有一个 先生们他是 连子女都没有 我们访问了不少老伯伯 他们的命都将在 他们是很不觉知觉寿的 他们付出了一切 但是社会的变化 确实很残酷的 这些老人所面对的 那样子的一个变迁 他们的心里 就是很残酷 我觉得台湾靠着民族人士 看到很多先进 在前面奋斗 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也思考了很久 其实是一个 为了更好的一个生存 更好的一个社会 我们在这个福利上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三种 都应该得到一个 更平等的对待 以前那些种种的不好 我希望都不要再发行 没有的 没有的 每个人都没有 我不想得到 你们都不想得到 不是 尽快 令人一样 还算一样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